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ay the knife 我们的小刀 小刀 K-N-I-F-E Lay the knife on that dish 把这个刀放在碟子里面 那同样 Lay这个单词 它除了表示放 还可以什么意思 引生为下蛋的意思 这个母鸡 下蛋 Lay x Lay x Lay 放置和下蛋的意思 Next one 耽搁 因为我有些事情可能耽搁了 我明天就来不了了 Lay叫 D-Lay Lay前面叫 D-E Follow me D-Lay OK D-Lay 经常我们去赶飞机坐飞机的时候 对吧 特别容易出现这个 航班延误 OK 航班延误 航班单个 之前咱们也随时过这个航班 这个单词叫 OK Good F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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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ete Flight Delete 航班延误 航班延误 那我们说 它不延误呢 不延误 它立即怎么样 没有延误就表示 立即 OK 没有 之前学过这个这词叫 Without OK Without Delete 就表示什么 没有延误就表示 立即 OK 立即做什么事情 Without Delete 我们中文有一个 这个语言叫什么 叫夜长梦多 OK 夜长梦多 是什么意思 夜长其实就是什么 一单个 对吧 Delays OK Delays are dangerous 夜长梦多 Delays are dangerous Dangerous 危险的 D-A-N-G-E-R-O-U-S OK Delays are dangerous 夜长梦多 这是关于delay的几个用法 好 我们现在看下面的单词叫 接力赛 对吧 re-lay 学校里面跑的这个接力赛 re-lay follow me re-lay re-lay Next one 相对的 OK 相对的这个单词叫 relative follow me relative 看一下这个单词 觉得很熟悉 我们的后缀 R-I-V-E 形容词后缀 对吧 relative 比如说 这个东西有相对的风险 我们不能去做 风险叫 risk R-I-S-T OK relative risk reality risk reality risk OK 相对的风险 那re-lative 他除了做这个形容词 相对的 还可以本身做 名词 OK 叫什么呢 叫亲戚 he is one of my relatives 他是我其中的一个亲戚 为什么有亲戚这个意思呢 等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OK 下面一个单词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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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说了名词叫 relation 对吧 又来了我们的这个名词后缀 一起告诉我叫 I-O-N Yes good relation 看一下这两个单词 relation and relative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单词 叫 re-re-late ok re-late 有联系的 有联系的 两者之间有联系的 relate a to b 我们之间有联系的 related we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我们说万物之间都是有联系对吧 relate 关系 联系 所以说它引申出了这个使用词对吧 relative 也有名字的意思 亲戚 亲戚之间是有联系的 relative ok 这是它的名词 ok 去E加I-O-N relation relation ok 好 看下面单词叫 放松 考试之前非常紧张 所以说 you should re-lax yourself right re-lax oneself re-lax oneself re-lax oneself next one shin shi shin shi shin shi galaxy galaxy 我记得三星手机有广告对吧 三星galaxy gai 乐式 ok galaxy 如果我们在前面加一个定管词 the the galaxy 代表什么呢 银河系 银河系 the galaxy next one 令人放松的 ok 跟放松的有关的 令人放松的 re-laxing 这是一个令人放松的故事 this is a relaxing story this is a relaxing story 这是一个令人放松的活动 之前咱们学过活动 叫 来复习一下活动 this is a relaxing activity right this is a relaxing activity this is a relaxing activity ok next one 好 好 来看一下啊 这一组的这个练习 那首先哈 我们来区别一下一个单词 刚刚咱们学了哪个单词 叫放置 对吧 叫累 那累的它的这个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啊 以及看前面的非常容易搞混跟前面这个单词 前面的哪个单词呢 lie lie什么意思 lie 它有两个意思 ok 一个是说谎啊 之前有个非常出名的这个美 就叫lie to me 别对我说谎 ok 第二个意思叫 躺啊 某人躺下来 所以说你看一下这个这个 lie 对吧 它说谎做说谎和躺讲的时候 它的过去是过去分词是不一样的 ok 那看一下躺 lie lie 它是规则的对吧 规则的说谎 规则的变化 lie lie 规则的后面加ed right lie 而不规则的呢 不规则变化是躺 我们说对吧 你可以这样躺 那样躺 横着躺 竖着躺 是不规则的ok lie lay 而这个lay对吧 是刚刚咱们学了哪个单词 yes 放置 下蛋的意思 ok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 出现这个lay 它究竟是放置下蛋 还是这个躺的过去是right lie 两个意思 说谎和躺 怎么样来记 我们说谎言谎言都是千篇一律的对吧 所以说它是怎么样规则的 lie lie 而躺呢 你可以横着躺 竖着躺 是各种五花八文 所以它是不规则的叫 lie 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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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两个单词 而这两个意思都出自于一个单词 所以说它的这个什么 现在分词都是一样的叫 line line ok 而第二个lay 两个意思刚刚讲第一个放置东西 第二个下蛋 下蛋 ok 它呢是不规则变化 lay lay lade 变化为i 但是直接加的是d 对吧 l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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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的现在分词跟上面的也不一样 是laying lade 所以说这个特别容易搞混 特别容易搞混 啊 同学们下去一定要把它掌握清楚 那这里呢我们有一句话可以帮助同学们来理解一下 一起来看 a rooster night on the ground lied that he laid an egg yestery 来想一下 a rooster 之前学过的rooster cock 对吧 什么鸡 对 攻击 lie on the ground 好 那你自己去上面找一下对照 这里对吧 有躺和说谎的意思 看一下后面 lie on the ground ground 地面 什么地面对吧 躺在啊 这个地上的攻击 lade ok lade在哪里 在这里 撒谎 说谎到什么呢 he laid an egg yesterday 他昨天怎么什么蛋 对吧 下了一只蛋 啊 公鸡怎么会下蛋 对吧 那这里面啊这个单词 lie lade lade 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这个区分 ok 好 一只躺在地上的老公鸡撒谎说的 昨天下了一个蛋 再来回顾一下这个lade lade 对吧 千篇一律 规则的说谎 叫lade lade 而说谎过后对吧 就躺 躺是不规则的 l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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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们两个单词都是一个 两个意思都出自于一个单词 所以现在分词都叫lade l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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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分词lade ok 下去的时候同学们要多加记忆 多加记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tory talescapes lade lade enact the relative movement and knew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ong and the earth 这篇文章相对于之前的表长 而且中间也有一些新的表栏的单词 我们一起来理解一下 after the exam ok after在什么之后呢 exam 对吧 上节课说的 我正在我最后的 为我的期末考试做准备 right final exam 就是在考试过后 neel的class班级就decided to do 这个短语之前出现过叫什么 叫决定 yes decide to do something 决定hold a relay 决定 矩行hold means have means give a relay have a relay hold a relay ok 决定矩行一场 对吧 这个 建立赛 来relax 来放松 however 然而 because of because of 后面接短语 ok because of the bad weather 但是由于坏天气 the relay was delayed 可以想想对吧 因为坏天气 天空不作美 所以说 这个什么呢 接力赛就被delayed 被延误了 ok delayed in fact 出现过 实际上 nazy nail 这个什么呢 land nail 他很happy 很开心 为什么呢 because ok because he didn't want to join the relay at all not at all 对吧 一点也不 not at all 他根本就不想参加这个接力赛 but 但是 most students 但是大多数的同学怎么样呢 felt disappointed 这个单词 disappointed 这个表情对吧 非常的失望 follow me disappointed ok disappointed 感觉到很失望 so 所以 their teacher organized another relaxing activity for them 所以说他们的老师就 然后举行组织 OK organize 另外一场 对吧 一场放松的活动 they went to a galaxy museum 什么活动呢 他们去的这个 galaxy museum 星序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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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the meaning museum 博物馆 他们去的这个星序博物馆 where many telescopes were laid 在这里对吧 where 就是在这个博物馆里面 放了很多什么 where laid 刚刚说了哪个单词啊 放置 对吧 laid 它的啊 这个过去是对吧 被放置了很多的 我们要去看星系博物馆 看远 变得这个星球 看什么 放了这些telescopes 望远镜 telescopes follow me telescope ok they learned 他们学习到他们得知的这个relative movement 这个相对的运动 movement move 动啊 movement 这是他的名词 follow me movement relative movement 他们啊 学习到这个相对的运动 并且还知道了这个什么呢 relation 知道这种关系 什么之间的关系 between the sun and the earth 还知道这个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这个关系 ok 啊 就讲到对吧 neal的班上啊 由于这个天气原因没有举行这个活动 但是他们就有这个博物馆啊 学习了一些知识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中文示意 那这一组对吧 注意一下啊 一些单词和短语 那除了之前讲过的 那今天有出现什么呢 那比如说这个 disappointed 失望的 follow me disappointed ok disappointed organize organize 组织 组织 museum museum 博物馆 telescope 望远镜 ok telescope and movement 运动 movement 运动 好就是咱们这一组单词 好的那接下来let's move on 继续 next one 第一个书啊 大家每天都在看对吧 书book yes book next one 书签 ok 书签 我们的book mark 我们就要说我们的记号笔 mark笔 mark 可以做记号的意思 mark 记号 bookmark 书签 next one 书店 对吧 可以叫bookshop 同样也可以叫bookstore 我们另外一个商店 对吧 store bookshop bookstore ok next one 笔记本 每个同学都准备有笔记本 笔记叫notebook note notebook next one 笔记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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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one 旅行指南 之前我们在说这个旅行就讲过叫 guidebook guide 对吧 指引的意思 he is a tour guide 他是一名导游啊 guide 指引你的书 旅行指南 guidebook tour guide and next one 导游 right guide or tour guide d 两个都可以 下面一个灌木丛 ok灌木丛叫bush bush yeah bush 在灌木丛中 in the bu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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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one 然后勺子 对吧 吃饭 还用这个勺子叫spoon right 又来了两个o 我们说读什么 yeah wu spoon 一勺子 spoon ok 那我们还可以用什么a spoon nef 一勺子的什么 ok a spoon a spoon of salt 一勺子的野 a spoon of sugar 一勺子的糖 ok a spoon of next one 长筒 长筒 下雨天穿了这个长筒 叫boot right boot boots 我们说一双长筒 a pair of right a pair of boots a pair of boots ok 好看一下这一组 也是一个小故事 king 主人公换成kim kim 肯定 to track through the bush unknown without a guide kim had to prepare all by himself he went to a bookshop to see if there was any book that could help he bought a guide book there and read carefully in some important places he inserted a bookmark and took notes down in his notebook with full preparation kim put on his boots and set off ok set off 又来了非常熟悉的 decided to 一直告诉我 yes 決定 kim決定怎么样呢 track through the bush and no 決定 track 这个单词 track 什么呢 旅行 特别是这种徒步旅行 through 穿过 穿过 一般指的是从一个物体的中间这样穿过 比如说穿过森林 ok through track through the bush 徒步旅行穿过这个冠虫 怎么样呢 allowed 一个人 ok without a guide without 没有 导游 he had to 他不得不 prepare 之前修过什么意思的prepare yes 准备 prepare all 准备一切的东西 by himself 靠他一个人来准备所有的东西 he went to a bookshop 他那就去了一个什么呢 bookshop 书店 去看 to see if 这里是否有 there was any book that could help 这里是否有一些书 对吧 什么书 一个定义从具 that could help 能够帮上忙的一些书 对吧 he bought 他就 买了 bought 语言询 buy 他买了一本旅行指南 并且怎么样read carefully 并且很仔细很认真的在读 in some important places 怎么仔细的方法啊 在很多重要的地方 他还inserted ok 原形insert ok insert 插入 在书里面 插入这个标签 对吧 这个书签来做笔记 inserted a bookmark and take notes down take something down 对吧 take down 记下来 take notes down ok take down take notes down 把什么东西写下来 把他这些是什么呢 很重要的东西写在他的notebook笔记本里面 with full preparation 在很充分的 这个单词我们补充过对吧 prepare的名词叫preparation 在充足的 meanserted enough enough of full 在充足的这个准备之下 king put down 他穿上他的boots 长筒靴 然后就set off 出发 set off 一般指的出发制 去哪里旅行 set off ok 就是咱们这一组 注意几个单词 第一个track 徒步 旅行 徒步 旅行 and insert insert 插入 take something down 对吧 记下来 preparation preparation enough preparation full preparation and the last one set off 出发 ok settle 出发 好我们再看一下中文实译 ok 边看我们再边来记一下这些单词 and next group 第一个部分 ok 部分叫part right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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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part 2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部分 那这个part 除了表示部分 名字还可以做动词 动词 一部分二部分 什么呢 就把什么东西给分开的意思 ok 把什么东西分开 比如说 这道墙把这个城市分成了两个部分 对吧 比如说之前这个柏林墙 对不对 the war parted the city into two areas 对吧 之前咱们学过这个地方 are 还记不记得 the war parted the city into two areas theories ok 名词部分 动词把什么 分开 ok part next one 同伴 同伴 对 他是我的好伙伴 好伙伴 对吧 有一个伴跟我一起 他就是我的一部分 所以说他叫什么呢 partner ok partner 一而表人中间夹了一个n right partner follow me partner yes case my good partner 他是我的好伙伴 next one ok 兼职的 比如说兼职工作 什么叫兼职工作 我们说全职工作 对吧 一天就在那里工作七八个小时 那我剩意用一些零散的时间去工作一两个小时 去打打零工 对吧 叫做part time 对吧 一部分时间工作就叫兼职的 那我们说兼职工作是不是可以叫 a part time job right a part time job 一份兼职工作 x one 分开的 ok 看一下 a part 所以说为什么part 可以变成分开的意思 刚讲了对吧 part做动词可以表示什么呢 把什么分开 对吧 那我们之前讲过字母a 放在单词前面 又表示一种状态的意思 把它分开 它就是分开的 对吧 可以说keep something apart keep something apart keep them apart 把它分开 keep them apart ok next one 聚会 大家最喜欢聚会了 对不对 我们的生日聚会 birthday party 我们说要举办一场第五聚会 我们可以用动词hold hold hold a party give a party hold a party give a party 也可以用throw ok throw本身是扔的意思 对吧 ok 投掷一场 throw a party 一个很地道的说法 throw a party give a party hold a party 那party除了表示聚会 那如果我们的首字母p大写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个意思 我说什么呢 经常说我们是共产党的接班人 表示什么呢 政治上的什么 党派 ok党派 那我们说共产党叫communist party communist communist party communist party 我们这个C和P调大写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 共产党 就是party 首字母大写 P就变成党派了 and the next one 离开 对吧 ok 叫depart 这个离开一般可以再讲什么 比如说 火车要出站了 ok 火车要出站了 比如说火车 早上八点钟出站 可以怎么说 火车 对吧 the train will depart 早上八点 at 8am so the train will depart at 8am 火车早上八点始出 对吧 离开 depart next one 部门 什么系 一般讲的是个企业啊 或是政府里面的什么部门 或者是大学里面的啊 这个系 对吧 选各种系 那我们有经常department 可以加什么呢 department stores stores 商店 对吧 department stores 百货商店 ok department stores 百货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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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看下面单词叫停车 我们一般在外面找了个大大的停车位 看一个什么 大大的批 对吧 大的批 ok 动词叫park you can park your car here 对吧 park 停车 那停车场就是parking 加ing parking ok 看一下这个组单词 有part 引出来的名词部分 动词把什么 分开 ok partner partime apart party 聚会 还有什么呢 手这么大词就表示 yes 表示政党 depart department 好 看一下这个小故事 Toby was invited to a birthday party by a partner from his department however departs from this job Toby also had a part-time job that day after finishing his part-time job he departed for the party immediately when he arrived at the parking there had been no space for him to park park 讲呢 咱们的主人公 Toby怎么样去一个生日宴会 直到birthday party 被怎么样呢 这个单词 invited 原型 invited invite 邀请 Toby被邀请去生日宴会 由他的同伴 他什么呢 from his department 他同一个部门的对吧 这个好伙伴邀请他去生日party however 然而 depart from depart from 这个短语 除了 depart from means except for 除了这项工作 除了他们同部门的工作 Toby also had a part-time job 他还有什么 他还在做兼职工作 啊 打两份工 对吧 that day 那天 after finishing his part-time job 在finishing 学过 在完成了他的兼职工作之后 他就对吧 departed for the party immediately 他就立即聚往了这个聚会 当他when he arrived at the parking 当他到达这个停车场的时候 arrive at there have been no space for him to park space 空间 a room 当他到达停车场的时候 发现已经没有车位给他停车了 ok没有车位给他停车了 好我们看看中文示意啊 这一组还是注意几个单子 first one 邀请叫做 也是叫invite inv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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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啊 邀请某人做什么事情 ok 啊 这里还有什么呢 depart from 除了对吧 除了他们的本职工作 他还有一个part time job 兼职工作 兼职工作 OK 以及之前咱们提过 immediately 立即啊 出现很多词头吧 还有这里的arrived at arrived at 后面加什么呢 小的地方对吧 他们到了这个停车场 they have been no space for him to park 已经没有位置来给他停车了 没有位置给他停车了 ok 好 这是我们这一组 ok let's move on 看这一组 蒙羞啊 让某人有羞耻之心 这个单词叫shame yeah follow me shame good shame ok 蒙羞啊它是不可数名词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 加了这个a what a shame 什么意思 叫什么 真遗憾 ok what a shame 真遗憾 it's a shame to do something 做什么事情很遗憾 what a shame 下面一个形状叫shape right ok shave 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形状 之前咱们讲了一个正方形叫 对吧 还有广场的意思叫square right square 正方形 那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三角形呢 try angle 三角形 angle 本来就有角度的意思对吧 tri 表示三 表示三 我们的这个 还有长方形叫rectangle 啊 rectangle 同样angle 前面叫rect 啊 rectangle 几个比较常见对吧 之前咱们也讲过圆形 round right round square ok triangle rectangle 啊 形状 ok 各种各样的形状 那这个shape除了表示形状 可以表示什么 形容某人的这个身体状况啊 健康状况 ok 可以说stay in shape or keep in shape 我们要保持良好的 i'm sorry 要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 stay or keep keep in shape keep in shape keep in shape stay in shape or keep in shape 他每天锻炼身体啊 来保持很好的状况 he exercises every day to stay in shape he exercises every day to keep in shape 保持好的身材对吧 形状对吧 我们人的身体 ok shape and next one 摇动啊 摇动 手摇动叫shake 一个端语 shake hands with somebody 啊 与某人握手 shake hands with somebody 在咱们中国对吧 离一只帮给某人打招呼就是 与某人握手 shake hands with somebody and next one 蛇 蛇 叫snake 有没有同学害怕蛇 我很害怕蛇 蛇 snake 下面个单词 shake的过去是 anyone knows 啊 这可能是一个不规则的叫 shook 啊 两个O对吧 shake shook 过去分子呢 shake shook shaken ok shake shook shaken follow me sh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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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ken ok 摇晃 摇动 以及刚刚讲的shake hands with somebody 啊 与某人握手 shake hands with somebody next one 分享 啊 我们重新来讲我们要分享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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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thing with somebody 和某人分享什么东西 ok please share your experience with us 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历 ok share your story with us share next one 鲨鱼它有尖尖的牙齿 对吧 很尖锐的 这个单词叫 sharp yes sharp ok 尖锐的牙齿呢 sharp tooth sharp tooth 牙齿 牙齿 tooth 我们说鲨鱼有渐渐的牙齿 ok shark has sharp teeth right the shark has sharp teeth ok tooth的负数 right 两个l 变两个e teeth and last one 卷笔刀 卷笔刀 卷笔刀叫 sharpent sharpent 看一下这个单词的构成哈 sharp 对吧 尖锐的 加en 它就变成了一个动词 sharp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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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encil please sharpen the pencil 把这个铅笔给sharpent sharp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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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这个东西 ok er可以表示somebody 也可以表示 ok something something sharp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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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low me sharpent ok good 就是我们的这一组 萌生shame what a shame 真遗憾 shape shape 各种各样的形状 triangle 叫三角形 rectangle yes 长方形 ok and square 正方形 以及shake shook shaken shake shaken sharp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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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看一下这两个句子 first one Alyssa saw Kitty sharpening her pencil by a sharpener whose shape is a shark with sharp teeth Alyssa thought it was cool so she wanted to exchange her snake shape sharpening for Kitty's sharpener when she asked Kitty if they can exchange Kitty told her that they can share it together 好的 Alyssa 这个故事主人公是两个对吧 Alyssa and Kitty 怎么样呢 关于卷笔刀 Alyssa saw Kitty sharpening se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看见Kitty正在干嘛 sharpening her pencil正在消她的卷笔刀 buy a sharpener 有啊对吧 卷笔刀来削鼻 而这个什么呢 who's 就代表这个sharpener 这个卷笔刀的 shape 形状是一个什么 鲨鱼 并且是有着尖尖牙齿的鲨鱼 Alyssa thought 她就认为 太酷了 It was so cool 所以she wanted to exchange 对吧 Exchange 相互交换 对吧 她想把它 Alyssa是一个蛇形状的这个卷笔刀 想给Kitty这个鲨鱼形状的卷笔刀做一个交换 When she asked Kitty 当她询问Kitty 她们是否 If they can exchange 她们是否可以交换的时候 Kitty告诉她说 We can share it together 她们可以一起来分享 ok share it together 这段话前面非常绕口 第一句 其实很简单 就说Alyssa看见 对吧 她正在想要卷笔刀 卷笔刀 这个卷笔刀是有尖尖牙齿的鲨鱼的卷笔刀 她就想用自己这个蛇形状的卷笔刀去交换 最后Kitty就说 我们可以share We can share it together Ok The last one He shook the desk and made not noise in glass But he even didn't feel shame of that 他怎么样 shook the desk shook 他使劲了摇晃桌子 然后呢 made not noise 摇晃桌子肯定有很大的 很大的噪音 right 很大的噪音 made not noise 我们说声音 noise对吧 一般就指的是这个 什么人的这个噪音 车子的这个噪音 now的大声的噪音 在课堂上的时候 但是he even 他甚至都没有感到羞耻 he didn't feel shame of that ok 他甚至一点都没有感到这个羞耻心 没有羞耻心 ok 我们说人没有羞耻心 是不是非常可怕的 好我们再看看这个句子 shook 圆形再来复习一下叫 yes shake shake shook shaken good shake shaken and 制造很大的噪音 make not noise a noise 噪音 它的这个形容词 对吧 很吵闹的就叫 noisy ok noisy 去一家 why it's so noisy here 这里非常的吵闹 shame ok 羞耻心 what a shame 什么呢 真遗憾 ok 好了那这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一组的单词 ok